2014年 因为台湾好基金会邀请我在池上住村 所以我有比较长的时间来认识 过去有一点陌生的东部 我住在这边几年 我觉得这里的天辽地阔 给我非常大的生命的感动 同时当然因为住久 医疗缺乏是一个事实 很多的经济资源缺乏也是事实 人的穷困可能也是事实 可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忽略东部的 非常惊人的生命力量 他们碰到困难他们是不太叫苦的 你才要放进下面那个洞 有火它就会变成热热的锁 就可以急洗澡了 你在哪里洗澡 这边啊 走啊 非常尊敬这里的人民就是 他们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说度一切苦恶 那这句话讲的是度过 并没有说免除 所以即使看纪录片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 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还是觉得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发现他们最后困难都能够度过 他们如何大家彼此鼓励去度过这个难关 我觉得那个是核心价值 我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这么的朴素 这么诚恳 他们其实真的是讲不住大道理的人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在这些生命面前 可怜的有可能是我 因为如果我不懂得爱 如果我不懂得把自己 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分享 我才是可怜的 我才是可怜的 资源不只是钱 很多人会误解以为资源就是钱就是设备 资源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不忍 你看到一个人受苦你觉得不忍 我觉得那是最了不起的资源 真的他有打电话 但是他搞到一百分了 我真的很感动 那个时候心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大的愿力 就是说祝福这个纪录片 号召更多的朋友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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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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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